婆婆竟然想30万卖掉我的二胎 我起初以为她在开玩笑 还故意出出二宝的小脸 说不听话就把你卖掉 可是没想到 她居然来真的 我跟老公融合都是普通家庭 我从老家云城远嫁到荆州 结婚第一年就生了男宝 大宝刚上幼儿园 我就怀上二胎 大宝小宇从小就是个天使宝宝 很少哭闹又爱笑 所有人都很喜欢她 婆婆对她也算是从小溺爱 经常背着我偷偷给孩子吃糖 为此我们也没少到矛盾 二胎我们都想要个女儿 毕竟谁不想让你双拳凑不好呢 可我跟老公都说好了 就算二胎也是儿子 没有关系 大胎小宝要一碗水端瓶 可在我孕期的时候 婆婆经常像做法一样念叨 二胎一定要是女儿 是的 虽然我的婆婆很溺爱大宝 但她不算重男亲女 原因只是因为 她辛苦拉扯两个儿子长大 反而觉得女儿太亏了 她觉得娶媳妇还得买房买车 生女儿反倒能赚点彩礼 说不定还能拿钱子贴娘家 因此每天给我做很多奇奇怪怪说 能生女儿的始料 一度搞得我也很焦虑 怕二胎是儿子婆婆会不喜欢 好在有老公一直安慰开导我 二胎出生后 婆婆得知又是个儿子 月子期间整天在我耳边哀声叹气 说她儿子要累死了 还要给两个儿子打拼 怪我不爱吃她做的始料 不然肯定能生女儿 产后本就激素急速下降 还被婆婆托 我得了产后焦虑 不仅如此 小宝还是个闹腾金 睡觉一定要抱着睡 一放下去哭闹 刚学会走路之后更是调皮 尽管我和老公怎么耐心教育 都受不住她的性子 晚上 我拿毛巾给小宝擦脸 她拿哥哥的画笔 把自己画成了的小花猫 婆婆这时走过来 语气凉嗖嗖的对孩子说 这么调皮 把你卖掉算了 我起初以为她在开玩笑 还故意呱呱小宝的鼻子 说不听话 就把你卖掉 可是没想到 她居然来真的 周末我都会睡得懒觉 但通常睡不了多久 就会被小宝闹醒 因为婆婆不想管她了 就会跟她说 快去叫妈妈起床 可这次我居然顺利地 睡到了大中午 走出客厅 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平常这个点 婆婆一般都做好午饭了 估计是带孩子出去散步 还没回来 我就没太放在心上 在我洗漱时 就听到了家里开门的声音 等我从律师出来 却只看了大宝小宇 妈 小宝呢 哦 他呀 方一好喜欢小宝 小宝也留在那不肯回来了 就让他在那玩 晚点我再接回来 方一是住在同一个小区的邻居 听闻他儿子结婚五年了 还没小孩 平常他也很喜欢在小区花园里 和大小宝玩 所以我一时也觉得没什么问题 可是吃饭的时候 我心里总觉得一命不安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对玻璃一样 小宝那么调皮 会不会给别人家造成困扰 他看不到妈妈和奶奶 在身边会不会害怕 于是我立刻放下碗筷 要去方一家接他 婆婆看我要出门 问我干嘛去 我说我去接小宝回来 他也立刻放下碗筷 上前拉着我 小宝在那玩得好好的 你担心啥 他的手在我手臂上抓得生疼 我那种不安的感觉越发猛烈 正拖他的手往外跑去 我一路跑到方一家 方一就住一楼 门前带个小花园 小宝在里面坐木马 方一和他儿媳妇在一旁陪着他玩 我瞬间松了口气 心想真是自己想太多了 我站在栅栏外喊了一声 小宝立刻爬下木马朝我跑来 我把他抱了起来 笑着对方一他们说 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要带小宝回去吃饭了 下次再过来玩 方一和他儿媳妇 也热情地欢迎我们再来 一路送我们出门 往家走的路上 我松了口气地笑笑自己想多了 走着走着突然想到 方一儿子和儿媳平时都不在本地 家里也没有小孩子 院子里怎么会有小孩玩的木马 我的第六感 还是让我有些隐隐不安 越发把小宝抱得紧紧的 回到家婆婆再给大宝喂饭 见我们回来还白了一眼 方一可稀罕小宝了 你担心个什么劲 我一边把小宝放进餐桌椅 一边回话 小宝调皮 怕给别人添麻烦 我试探性地问婆婆 妈 平常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累不累啊 要不我们请个保姆回来 跟你一起带孩子 其实白天大宝都在幼儿园 下午才接回来 婆婆身体还算健康 除了年初时摔了一跤 但现在好了 手脚也挺利索 应该还是能忙得过来的 结果婆婆反应很大 请什么月嫂 你猜多少工资 实际暗行还不够累啊 他擦了擦大宝嘴边的范利 小宇这么乖 我带得过来 那小宝呢 我心里有些不快 觉得婆婆最大 小宝的态度差异太大了 晚上 我跟老公提了一嘴 婆婆曾经说过 要把小宝卖掉的话 中午还把小宝放在了别人家 老公却不以为意 说婆婆怎么可能会把亲孙子卖掉呢 还宽慰我是不是工作压力大 想太多了 我不回话了 坐在梳妆台前发呆 心里有种道不明的恐慌 让我很焦虑 老公见状也放下手机 走到我身后 给我捏捏肩膀 出现有趣的事情 转移我的注意力 我也渐渐放松下来 去把小宝哄睡之后才躺下 晚上我做梦了 梦到我哭着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找我的小宝 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在客厅里陪搭 小宝玩玩具看电视 婆婆去洗澡了 小宝扶着桌子边走的时候 不小心把杯子甩到了地上 我连忙把小宝抱到沙发上 怕他滑倒 在我用抹布擦拭地上的水字时 大宝突然问了我一句话 妈妈 你会把弟弟卖掉吗 我怎么认证住了 问他怎么会这么问 他有些害怕的样子 奶奶说 弟弟不听话要把他卖掉 妈妈 弟弟是不小心把杯子弄到地上的 你不要把弟弟卖掉 妈妈 如果我不听话了 你也会把我卖掉吗 我立刻抱着他坐到沙发上 又把小宝揽进怀里 非常认真的跟大宝说 你和弟弟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 是我们最重要的亲人 无论发生什么 爸爸妈妈都会永远跟你们在一起的 大宝听了很开心 抱着还不太懂事的弟弟亲了一口 我的心却一沉再沉 我觉得无论婆婆到底是不是无心一说 都决定跟他好好谈谈 恰好婆婆喜欢早出来了 我就去书房跟老公说了这件事 老公听了之后表情也不太好看 觉得婆婆不应该在孩子面前能说 你还没搞清楚 我觉得婆婆不像吓唬他们而已 而是真的有这样的计划 老公还是觉得很荒唐 亲奶奶怎么会想把亲孙子卖掉呢 但是见我这么叫真 也决定陪我一起找婆婆谈谈 九点过后孩子们都睡了 婆婆还在客厅看电视 我和老公坐到他身边 眼神示意了一下 他先开口 妈 我们有点事想跟你聊一下 我把电视音量调低 婆婆见状一脸莫名 问我们要聊什么 妈 今天大宝跟我说 奶奶想把弟弟卖掉 您是不是在孩子面前说了这话 他耸肩摊摊手 一副我们小题大做的样子 我那就是随便说的 妈 孩子很单纯 大人说的话他们会当真的 您这么说的话 会让孩子们心里很没有安全感的 婆婆站起身来 我就那么一说 你小宝调皮成什么样不知道啊 我还真想卖了算了脸 他嗓门大声起来 往房间走去 我们叫他 他也不理 禁止走进房间关上门 一副拒绝沟通的模样 他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觉得他心虚 老公的脸色也暗下来 总算也明白了 我这段时间以来的不安 他往我这边坐紧了些 搂住我的肩膀 妈可能带孩子带烦了 以后我下班回来 也多陪陪大 小宝 我一整晚心乱如麻 老公的亲弟弟 永远要带女朋友过来吃饭 我和婆婆的厨艺都很一般 所以打算出去吃 因为女方是南方人 听闻过来 我们这边也很久了 我想着应该会想念家乡菜 于是我 打算订一家 在我们这边口碑 还不错的粤菜餐厅 可婆婆知道了之后 就骂了我一通 说我不懂礼数 要订一个五星级饭店 还特意叫我在他去银行 取了五千二百出来 我以为那是请吃饭的钱 和见面红包的钱 就看到他把一整搭钱 都塞到了红包里 我有些惊讶 婆婆平常是个节俭到 有些抠嗽的人 我跟老公偶尔出去 约了会吃个小夕餐 都说我们浪费钱 同时也被区别对待感到不开心 我初次过来拜访时 只是去了一家 还算过得去的香菜馆 整桌三个荤菜 四个素菜 连煎片红包也只有六百而已 到了餐厅 他点了食材一汤 其中只有两个素菜 妈 点了有点多了吧 我们才五个人 你不懂 请客桌上不能空 我看了眼点菜 iPad右下方的结算价格 一顿肉疼 弟弟龙园和他女朋友 进来包厢时 我们恰好点好了菜 婆婆非常热情地迎了上去 对女方一顿夸 怎么看怎么满意 女孩子叫吴婷之 体态端庄 说话大方有礼 给婆婆带了燕窝 还给我带了一套高价护肤品 我正要接过道谢 婆婆却把那套护肤品推了回去 把燕窝收下了 阿元嫂子都嫁人当妈妈了 不涂这些 你留着自己用啊 吴婷之文言眉头微皱 还是把那套护肤品交到我手上 姐姐 这是我一点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婆婆不让我收 我偏要收 我就不再推荐 一手提着那套护肤品 一手迎吴婷之落座 谢谢你了 我会好好用的 话没说完 我突然被婆婆的肥腾状态 还差点崴了一下 她拉着吴婷之 坐在我原本的位置上 婷婷啊 来 你太瘦了 看看这菜单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不用了阿姨 点的也挺多的了 我不挑食 真好真好 不挑食好 一整顿饭下来 婆婆一直喋喋不休 而且每道菜旁边都有公块 她却总是用自己的筷子 夹菜给吴婷之 每次夹菜之前 还要把筷子放进嘴里缩一下 吴婷之基本都没怎么吃 一直叫婆婆 不用给她夹菜了 老公轻轻用手肘戳了戳婆婆 提醒她要用公块 婆婆看到自己的筷子 居然还大声说 我筷子很干净的 以后都是一家人了 用一双筷子 有什么关系是吧 瞎讲究 说后面三个字的时候 还摆了我老公一眼 老公叹了口气 不再说话 只是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我掏出手机 给容园发了条信息 容园看过之后 对我投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用有些争风吃醋的语气对婆婆说 妈 跟我吃饭时 你都不给我夹菜 不行 这碗是我的 接着把无停之那碗拿到自己面前 把干净的碗放在无停之面前 停停我来照顾就行 婆婆也不是为一点眼色不会看的人 后面就真没给无停之夹菜了 只是嘴巴一直说个不停 就差没让无停之把族谱念一遍 这天大宝突然闹着 要我陪她睡觉 她很小开始就能独立入睡 往而也会撒娇 要跟我们一起睡 但今晚的她更像是害怕 还有一些讨好的意味 要我陪她睡觉 我跟她一起躺在她的小床上 给她读睡前故事 小蝌蚪找妈妈 大宝平时入睡很快 基本讲完一个故事 她已经睡着了 可今晚讲完故事之后 我却发现她双眼瞪得大大的 小雨怎么还不睡啊 我手在她胸脯上轻轻拍着 她突然带有哭腔的喊了一声妈妈 然后说了一句 我一想不到的话 你可以把弟弟卖掉吗 我一整个惊吓到 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 大宝也跟着坐起来 小声地哭着 我把大宝抱到怀里 紧紧地搂着她 待她情绪稳定之后 心理平衡 绝对不能让孩子觉得 有了弟弟之后 爸爸妈妈就不爱她的想法 我们也确实做到了 所以大宝也会主动地去爱护弟弟 可是现在 她竟然想把弟弟卖掉 独享爸爸妈妈的爱 我那婆婆到底在孩子面前说了什么话 我去把老公喊来 我们一起坐在大宝的小房间里 我抱着她 老公握着她的手 非常郑重的承诺 我们不会因为多了个弟弟 就减少对你的爱 可能因为我们以往都做得很好 孩子不安的内心 很快就安静下来 从孩子房间出来后 我们敲响了婆婆的房间 再次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叫她以后不能在孩子面前 说什么卖掉丢掉的话 并且非常严厉地告诉她 贩卖人口是违法的 可婆婆始终一口咬定 她只是逗逗小孩子 最后还反咬一口 哭着说我们夫妻俩欺负她 骂我老公有了媳妇忘了娘 被轰出房间的我们 也不敢大声拍门 怕吵醒孩子们 我看了老公一眼 发现她也一副很受伤的神奇 婆婆在老公小学的时候 就当了单亲妈妈 很不容易地 一手带大我老公和她弟弟 我想她现在可能心里正难受 刚才对婆婆说话的态度 但这事就是婆婆的错 我没法劝她不要计较 这几天上班时间 我都会时不时打开家里监控 看到小宝在家才能安心 可是今天的监控 自从早上婆婆领着大 小宝出门后 一直到十二点半了还没回家 一般送大宝去幼儿园之后 婆婆会带着小宝去市场买菜 然后回家把东西放下之后 才会出去玩 我把手机一直闭在电脑旁 以便随时查看 可是没等来他们回家 我点开推送 上面显示小宝今天上午八点 在该医院进行过一次全项检查 婆婆怎么会突然带孩子 去做全项检查 我脑子里那根线下绷紧了 一个可怕的想法就此袭来 我整个人从工位上弹起来 动静惊吓到了周围 正准备午休的同事们 来不及回答他们的关心 我就冲出了公司 这个时间电梯要等很久 我就从安全通道跑下楼 一边跑一边 拨打我婆婆的电话 却一直不接 我跑到马路边 平时只舍得坐地铁 公交的我拦了辆出租车 心里的恐慌越来越强烈 手抖着打电话给老公 叫他马上回家 我联系不上婆婆了 他会不会跟那些老太太唠嗑 没注意手机啊 毕竟他老是不小心 把手机调成静音 他今天早上 突然带小宝去医院 做了个全项检查 平时打疫苗体检 都是我带去的 今天也不是该体检的日子 我怀疑是交易前 给孩子做身体检查 然后 然后 后面的话我不敢再说 声音已经抖得不行了 但老公已经明白我的意思 说他现在就立刻赶回家 我下了车 就不要运势地往家里跑 路上会经过方宜的家 我停下往院子里看了一眼 空无一人 但是院里多了很多小孩子的玩具 鞦韆 滑梯 木马 小火车 我继续拼命往家里跑 脚软到像绑了两个蹭砣 冷风像刀一样灌进我的肺部 从电梯里出来 家里的门打开着 方宜一家都在我家里 见我回来 他们神色无异 倒是我婆婆一脸惊慌 还能问我回来干嘛 我冲进家门 发现小宝的衣物 奶粉 玩具等东西 被打包成了大包 小宝好几代 方宜还抱着我的小宝 我一个箭步冲上前 要抢回我的小宝 方宜没有防备 但也下意识地抱紧了小宝 指甲在小宝手臂上 滑了一道长长的划痕 小宝挖的一声大哭起来 我紧紧抱着小宝 跟他们拉开距离 大声怒问 你们这是干什么 想贩卖人口吗 方宜老公下的忙去 把我家门关上 方宜的儿媳也反应过来了 那我婆婆 阿姨 你没跟你儿媳商量吗 小宝是我们荣家的 孙子 当然是我来做主了 我心里的那盆 火蹭了一下烧起来 像尖叫一样大喊 这是我的孩子 你凭什么擅自卖掉我的孩子 小宝可都是我在带 婆婆不讲道理 咬牙切齿地上来就想抢 我毫无顾忌地乱踹 寻思一脚踹死这老太婆算了 方宜他们也都明白状况了 原来婆婆卖孙子 根本没跟儿子和儿媳商量过 阿梅 你把钱还对我们吧 眼儿媳不同意就算了 婆婆撒破拍大腿 嘴里胡乱辱骂我 怀里不明真相的小宝 被吓得哭得更厉害了 我也生怕婆婆真的要上前硬抢 去阳台拿把扫着握在手上 想着他们赶上前一步我就打 还好这时老公回来了 一向温柔如雅的她 回来就听见婆婆嚷嚷地说 绝对不还钱 一下就明白过来 婆婆竟然是真的要卖孩子 而且钱都已经瘦了 老公气得脸通红 叫婆婆把钱拿出来 婆婆死死捂着口袋 嘴里叫嚣着 绝不还钱 唾沫心子乱飞 老公直接上前 把婆婆摁在沙发上 从她口袋里摸到了一张银行卡 婆婆扑上去想抢 老公手快把那卡扔到方毅那家人身上 赶紧滚 以后离我家孩子远一点 不然有什么是非 好歹我就报警抓你们 意图贩卖人口 方毅一家人 被我老公轰得争先恐后地跑出我家 转过头来看我婆婆正从沙发上站起来 婆婆指着我老公的鼻子 你是要造反啊 敢打我 婆婆把自己摔坐在地上撒泼 哭着闹着 说我老公竟然打气骂 我要报警 我双眼通红 气得浑身发软 但还是紧紧地抱着孩子 听闻我要报警 婆婆拉着我老公的扩腿 荣衡 我可是你亲妈啊 老婆没了可以再找 妈没了你就真的没妈了 老公虽看向婆婆的眼神充满厌恶 但却迟迟没有表态 最后只是缓缓地转过身 低头向我哀求 妍妍 放过她一次吧 我保证让她以后离孩子们远远的 我要求婆婆 帮回老城区里的房子 我不可能再放心 把孩子交给她了 她原本也住在那 年初时摔了一跤 其实也不过是擦破了点皮 但毕竟年纪大了 我还是带她去医院拍了个片 然后也好照顾她为由 让她住在了我们家 再后来 我想回归职场 婆婆主动提出帮我带孩子 就一直留在了我家 她听见我要她走 安静了一会的家 又吵闹起来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凭什么赶我走啊 她正经的表情很可怕 我怀疑这才是她原本的面目 就凭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 而不是你的名字 文言 她更抓狂了 又把自己摔在地上撒泼 一旁坐在沙发上 一直低头沉思的老公 忍无可忍 站起来对她说 妈 我送你回去吧 我不回去 荣衡 你要赶你亲妈是吗 老公不说话 只是弯腰 想要把婆婆扶起来 婆婆却重重呼了她一巴掌 眼镜被打飞摔到地上 成了碎片 你不走 我就报警 告你贩卖人口未遂 进橘子和回自己家 你选一个 我大声吼着 可以说有些歇斯底里 若不是看她是老人 是老公的母亲 我真的非要 亲手把这个想到孩子 卖掉的人撕碎 见我和老公的态度 如此强硬的要赶她走 她改变了战术 她立刻从地上爬起来 要去摸我老公被打的那边脸 对不起阿恒 妈真是疯了 你原谅妈好不好 婆婆眼泪说来就来 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我担心老公 真的会被她的苦肉鸡欺骗 幸好她没有 她凉凉开口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张卡里是三十万吧 婆婆正住了 哭时张开的嘴都将在哪 你想要三十万 是想给阿元 做娶媳妇的彩礼吧 我不寒而栗 看向婆婆的眼神 更恨了几分 那天饭局之后 听说荣怨她们 是有谈到结婚的打算 老公紧握的双拳微微发抖 前段时间 阿元突然问我借钱 说吴婷芝那边 要求最少三十万彩礼 接着 你就打起了 卖亲孙赚彩礼的念头是吗 小时候想着 把我卖了养弟弟 现在就想着 卖我儿子给弟弟做彩礼是吗 难道我不是您儿子 小宝就不是您亲孙了吗 老公接连质问 从隐忍到爆发 脸红脖子粗的 眼泪始终倔强的 赢在眼眶 我知道婆婆在老公和荣怨之间 一直都是偏心弟弟荣远的 有一次听老公说起 他们小时候但凡有肉吃 婆婆都会埋在荣怨的碗底 不让老公看见 其实 我老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有肉的味道格外香 她也有过满怀期待 八胎饭看完底的时候 却是一次次的失望 有一次 荣远把自己的肉分给她 对婆婆看到了 抄起拖鞋打她一顿 骂她跟弟弟抢肉吃 可是真的没想到 婆婆竟然还有过 把亲儿子卖掉的想法 这人不仅舍得卖亲儿子 还企图卖掉亲孙 我上前轻轻抚她猛烈起伏的后辈 伯良的对婆婆说 你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了 婆婆还想对老公卖惨 老公直接别过脸去 她慢吞吞地回房间收拾东西 收着收着 在房内大哭起来 然后又跑出来 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 不停地磕头 双手合十败我 盐盐 妈错了 妈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我看她像苍蝇一样 搓手认错的样子 没觉得解气 只觉得更恨了 她只不过觉得离开了我家 更没有机会 跟我们开口提前的事了 婆婆还是被送回了 老城区里的房子 我本还是想要报警 但是贩卖人口 哪怕是未遂 也是要判刑的重罪 到第三个时 才决定留下 我特意把婆婆的照片 和方姨的照片发给保姆 让她要格外注意这两个人 坚决不能让他们靠近大 给小宝 又特意跟幼儿园老师打了招呼 只有我和老公 还有保姆可以去接孩子放学 其他任何人来都不准接走 又留在家里观察了两天 才放心地回去上班 我也有想过 要不就当回全职妈妈 一来我不想 就此失去我的事业 属于自己的经济来源 二来也有个很现实的原因 我们还有房贷车贷 和老公的小家 单靠老公 一个人会很吃紧 老公这几天有些闷闷不乐 喜欢在阳台的小板凳上坐着 看楼下车水马龙 把两个小孩哄睡后 我也搬了个小板凳 坐到他身边 我把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 也是因为妈回去了 不开心 他立刻摇摇头说不是 我把下巴放在他肩上 用眼神询问他 为什么不开心 其实在我爸去世的第二年 我妈就想把我卖掉 把我送到隔壁村的一户人家 然后捧了两大盆肉回家 我一次次递偷跑回家 我妈就拿扫着赶我走 跑了好几次之后 买家觉得收服不了我 把我退了回去 在重男轻里的那个年代 他却觉得两个儿子是累赘 不对 是只觉得我是累赘 其实 你来我家见家长的时候 我拿了1680给我呢 让他给你封个红包 他却只给了你600 妍妍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 因为我的私心 在结婚前没有完全向你坦白 我妈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还记得陪你回家探望岳父岳母 走时你坐在车里 笑容明媚的跟岳父岳母说了再见 车开出小区后你才大哭了起来 那一刻我就暗自在心里发誓 绝对不能让你在我家受委屈 你们家那么好 爸妈从小就那么疼爱你 你远嫁过来 我却让你经历这些 还要你放过他们 我真的还是个很失败的爸爸和丈夫 从我认识老公起 他就是个不爱哭的人 此刻的他却哭得像个孩子 而且等他在一起后 也感觉到他并不喜欢回忆小时候的事情 所以也没深入地问过 心疼的同时 更多的是愤怒 我把老公搂进怀里 傻瓜 我还要谢谢你在那样的环境下 还是 健康正直的长大了 老公握着我的手给我保证 可毕竟她是我妈 今后我只会给她提供基础的生活费 其余的 我就当没她这个妈了 我也会努力赚钱 给咱们家换大房子 把岳父岳母接过来 好 此时虽说暂时告一段落 但我深知 容园的彩礼前一天不解决 婆婆的主意迟早有一天 还是会把主意打到我们家 果然 这天晚上 容园突然就提着 大包小包的礼品上门拜访 同意她进门后 婆婆也从拐角处冒了出来 跟着进了家门 大宝看到奶奶来了还挺开心的 主动跟婆婆打招呼 婆婆却越过了她 去亲近在地毯上玩玩具的小宝 虚伪 我立刻上前把小宝抱起来 拉着小宇回房间 给他们准备了玩具和动画片 叫他们待在房间别出来 出来时 容园和婆婆本坐在沙发上 见我出来立刻站起来 一副拘谨的模样 你们来做什么 我冷声发问 其实婆婆打算把小宝卖掉的是 容园确实不知情 所以我对她本没什么意见 但是今天突然带着婆婆搞特技拜访 让我对她的态度也差了些 嫂子 妈因为那是内疚了很久 她今天特意过来给你和大多赔罪的 她是真的知道错了 婆婆也接着话 妍妍 妈错了 我真的太不是人 我知道我没脸见你 但是这个罪我一定要赔 说着还打算给我下跪 她以为我会阻止她 或者马上扶她起来 但我还真就大大方方收下了 甚至还坐在单沙发上 敲起了二郎腿 她单膝跪下 另一只腿跪也不是不跪也不是 最后还是容园把她扶起来的 见我这副油盐不尽 恨不得围起铜墙铁壁的样子 她又转头去攻略我老公 阿恒啊 因为阿远小时候身体不好 妈在你们兄弟俩之间 总是偏心阿远多一些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但阿远从小可是很向着你的 现在她要娶媳妇了 你作为哥哥 多少要帮那些什么事 我跟老公对视一眼 只觉得心底更是寒凉 其实 其实我之前跟老公商量过 不是不帮容园 只是她总是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每份工作都只做几个月 一直安定不下来 自然也从不到钱 再过几年也要三十岁的人了 现在想娶媳妇了 还想找我们要钱 真把我们当提款积不成 所以你们打算借多少 老公问 听到借这个字眼 婆婆那堆满肥肉的脸颤了一下 你看当初你娶妍 妈掏光了家底 又跟亲戚借了好几万 借你给了妍妍家十五万彩礼 现在你们这个小家经营得这么好了 那个钱你 是不是该给弟弟把彩礼钱给交了 老公蹭了从沙发上站起来 借 妈 当初您可没说这钱是借给我的 我也挺明白了 这老太太是想一份彩礼钱 取两根席呢 给了我家的彩礼 我嫁不来了 还得还回去 给她下一个儿子娶媳妇 我悄悄打开了录音软件 放进了衣服兜里 容园 你是怎么想的 也想拿嫂嫂的彩礼钱 去取吴婷芝呢 嫂嫂 你听我说 其实这十五万 最后还是会回到我们容家 也还是你的钱 先不说 这十五万早就在买房之家的时候 已经用掉了 而且吴婷芝那边不是要三十万彩礼吗 这光是十五万也不够啊 容园和婆婆一脸金光 把他们的计划全盘拖出 只要婷婷怀孕了 她家还能非要三十万不可吗 说不定到时候这十五万都派不上用场 还是回到嫂嫂的手上 我深吸了一口气 忍住不动手呼死这个玩意 老公听到这番话也气得不清 指着容园的鼻子开骂 容园 我赚钱给你上大学 你就是学了这些吗 说着还抄起一个抱枕砸在她身上 容园亮呛了一下 见老公骂容园 婆婆又不乐意了 挡在容园面前 你打她做什么 说白了 这钱最后还是你们的 不管你们那十五万花完了没有 你们总得有些积蓄吧 只是暂时挪用一下 又不是不还给你们 再说了 当初没你妈 我去借个十五万 你能娶媳妇 接着她又哭了起来 你真是个白眼狼 自己有家了 就不要老妈不要弟弟了 容园也跟着婆婆指责起我们 哥 你们真的要这么狠心吗 你们不过是暂时吃亏一下子 这钱我又不是不还 我冷笑一声 你会说那钱是当初借给我们的 你会又说要跟我们借钱 甚至给了之后 还要说那钱本该就是得还你们的 我走到玄关处 把门打开 直接下了逐克令 你们走吧 钱我们没有 嗯 阿恒 他们把希望放在我老公身上 盼着我老公松口 老公却只是指了指门口的方向 走吧 我没你们这样的家人 好 容恒 父母之恩大如山 你娶了媳妇忘了娘 你这是丧尽天良 他跟往常一样 带小宝一起去幼儿园園接大宝放学 偏偏今天大宝班里是别的老师去提班 班主任忘了跟那个老师交代 而那个提班老师知道 之前都是我婆婆去接送大宝的 所以才就让他接走了 我立刻告诉老公 让他去找容园 看大宝会不会在他那 而我则是打车到婆婆的住处 都找不到人 电话也不通 我瞬间觉得偏逗他了 趴倒在婆婆家巷子口崩溃大哭 只恨之前心软没报警 放过了他 但是我知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马上打110 警察听到奶奶可能把孙子拐去卖了 还反复跟我确认了三遍 是亲奶奶吗 来到警察局说明详细情况之后 却因为失踪未满24小时 且带走小孩的是孩子的奶奶 觉得我们是家庭矛盾 不出警处理 老公赶过来时 容园静也跟在旁边 我出场前去扇了容园一巴掌 抓着他的衣领大声怒问 是不是你教他这么做的 都怪你 都怪你 他抱着头默默瘦着 最后因为警察在场 我们才被强行拉开 我崩溃的在警局大声好哭 不停锤打着老公 为什么当时让我不报警 质问他不是说 好让婆婆离孩子们远远的吗 我真的太后悔了 老公紧紧抱着我 一声一声说着对不起 我用力地咬在他肩上 虽然心理清楚 也不全是他的错 但我需要一个发泄对象 接着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我立刻掏出手机 来电显示就是婆婆的电话 我立马接通 生怕对方下一秒会挂掉 你把大宝带到哪里去了 我几乎是在咆哮 整个警察局大厅 回荡着我的声音 警察示意 我打他免提 他们那边帮我做个记录 我听话照做 婆婆的声音 清晰地从喇叭出传来 妍妍 妈真的没办法了 只要你给我们二十万 不 是借 你借我们二十万 我立马把大宝送回来 大宝的哭声也隐约传来 我听得更是心急如焚 我给 你现在就过来家里拿钱 我给你 老公抢个电话 对着那边说道 妈 你赶紧把大宝送回来 钱给你 你们说真的 真的真的 好 我 我现在过去 你们把钱准备好 妈 你别挂电话 咱们一直开着 我怕再次跟他断连 也确保能一直听到大宝的声音 可是那边却毫不留情地 把电话挂断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已经属于非常明确的绑架落索案件 我和老公还有警察 立刻去手回家 警察都是便衣 埋伏在我们家楼下 虽然容然对此事不知情 但他有通风报信的可能 暂时被扣押在警局 我和老公回家 用旅行袋装满了衣服 只有最上面几层铺了钱 然后提着袋子在楼下等 果然没过多久 婆婆牵着大宝过来了 周围的便衣警察 立刻冲上前把他拿下 我和老公也上前 把大宝抱了回来 婆婆被这阵仗吓到了 哭闹着说他没 有绑架 他可是孩子亲奶奶 只是想吓吓我们 让我们拿钱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以为自己只是小小的威胁 实际已经达到了绑架落索 定罪标准了 又蠢又坏 婆婆被带走时 不停地喊着老公的名字 企图再让他心软一次 老公怒目而视地看着他 咬牙切齿道 以后没你这个麻 彻底击碎了他的希望 我回家后 立刻整理好之前存档的监控 把他交给了警察 里面清晰记录了 婆婆之前就有过 卖掉小宝的前科 无论婆婆怎么狡辩 都不可能洗脱的了 之后 方一家也被调查了一番 但是因为买卖最终的有成立 只是被教育了一番就出来了 而荣源因为不知情 所以不属于共犯 但他却把这一切 怪到了我们夫妻俩身上 到处唱衰我们的名声 又绝口不敢提婆婆 为他做的那些事 他用什么方式唱衰我们 我就用什么方式 把婆婆的所作所为公开 荣源啃老 还打算骗婚的事 也一下闯开了 我把荣源和婆婆那天 来我家的录音 发给了吴婷芝 吴婷芝跟荣源分手了 荣源一边没了妈 一边没了女朋友 还抬不起头做人 对我们又无可奈何 日渐颓废 有一次晚上喝醉了 非礼了一个 跟吴婷芝长得挺像女生 又被送去拘留了十几天 我问老公会不会心软 他说不会 如果我对他们的心软 会变成刺向我们家的利剑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对他们心软了 容然拘留出来后 还是时不时的来小区 或者我和老公单位附近骚扰我们 小区这边几乎近人皆知 婆婆为了他的彩礼钱 绑架了亲孙子 所以很怕自己的孩子被他盯上 最终业主集体投诉 成功让荣源上了小区黑名单 不能进来一步 他到公司骚扰我和老公 我们就直接报警 告他闹事 被警察抓去教育了好几次之后 也不敢再来了 他还是跟之前一样 每份工作都做不长 后面发现了来钱更快的办法 做小偷 结果再一次入室偷窃之后 被警方逮捕 也是好巧不巧 婆婆宣判的那天 居然跟容院宣判的日子是同一片 在他们进去之前 我和老公去见了他们一面 我笑着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吧 原来吴婷芝家是开连锁商场的 那么一个附加千金 三十万只 不过是人家一个包的假的 无非就是想看看你们的诚意在哪 可是偏偏 你们走了最肮脏的那条路 老公此刻看他们的眼神更是憎恨 你们这对狼心狗肺的母子 就在牢里表演母子情深吧 翻外衣 两年后 某天下班路过方逸家 看到他们家多了个小孩 一岁多点的样子 虽然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 但一脸营养不良的样子 皮肤也是黑黄黑黄的 假如方逸的儿媳 真的在两年前成功怀孕了 怕了那么多年才来的孩子 必然无论是孕期还是生产后的营养 肯定十分注意的 怎么会让孩子瘦成那样呢 可能是作为妈妈的第六感 心里有了一个怀疑 我也不想再花时间去试探 直接报警说了自己的猜想 一段时间之后 警察那边通知我到警局做个笔录 事情居然真如我所想的那样 那个孩子是从某个山区里买来的 警察根据卖家的信息 追寻到那个山区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结果发现所谓的亲生父母 也不是真正的父母 那个孩子也是被拐卖到山区 再转卖出来的 警察在那个山区里端了整个拐卖团伙 解救了28名被拐儿童 方毅一家之前已经逃过一次 却还不知悔改 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谴责 方毅二老公是一名家居设计师 他从小的理想就是为每一个家庭 打造一个温馨之家 他所在的那个品牌的门店老板 恰好要退店回老家了 我们拿出大半的积蓄 接手了那家店 成为了该品牌的经销商 短短两年时间 店越做越好 设计师团队也越来越强大 老公兑现了他的诺言 我们换了一套大房子 把我爸妈从老家接了过来 我们还买了一辆家庭用的七座保姆车 节假日带了一家子周边游 大宝还是很乖巧懂事 小宝还是爱调皮捣蛋 我们一家人在公园的草地上野餐 小宝的手沾满了巧克力 正要往衣服上擦 大宝赶紧抓住了小宝的小手 用湿巾帮他擦拭 还会耐心地告诉他 手手脏了要洗手 弄到衣服上妈妈和外婆洗衣服很辛苦的 知道了吗 小宝乖乖点头 乃声乃气地回答 知道了 我和老公坐在两个小孩身后 看着眼前的湖景 爸妈在湖边散步 黄昏洒在湖面上 波光淋漓 突然妈妈很开心地指着湖面 回头对我老公说 横啊 这湖里有你爱吃的鲑鱼 妈今天给你做鲑鱼吃吧 我哭笑不得 妈 这个湖不能锤掉 全轮完